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的牧人青草地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 延续第一章保罗劝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 不要互相嫉妒 结党纷争 只要知道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的道理 第二章保罗说他没有用高言大志传福音 他定义用宣传神奥秘上 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 这句话深深的影响我 在福士的道路上常常省察自己 是否会比较来比较去 或是我们是否有像保罗一样 专一在神里面 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 复活的大能洗尽我们的罪 这么大的奥秘和世上的智慧 无法相比拟 保罗要告诉哥林多教会 以及现今教会的我们 要知道神的智慧与人的智慧是有所区别的 保罗讲述自己在传福音的态度上 是又软弱又惧怕又战惊 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 乃是用圣灵和大能名正 传十字架的道理 叫性的人不在乎人的智慧 只在乎神的大能 保罗的态度是装出来的吗 满有自信的保罗 又是罗马公民 又是加玛列门下的子弟 他的身份地位 都是数一数二的 他有足够的条件 骄傲自豪 传福音可以带着这一切的优势 大胆宣扬 但保罗却说 他带着又软弱又惧怕 又胜战精的新传福音 这乃是他从生命里 彻底的显明出来的态度 他是先有十字架的经历 然后产生了这个态度 我们若光知道十字架的救恩 而没有领受过十字架真实的经历 那我们可能就瞬间信主 而非常火热 但在服侍后 受到批评之后 随即又失落了 也许你会说 难道基督徒不讲智慧吗 保罗说 他不是不讲智慧 而是隐藏在神里面的智慧 这奥秘不是世人所运用的智慧 这智慧是神万事以前预定 要给凡相信的人所得的荣耀 神要借着圣灵向我们显现 这智慧是不同的 保罗告诉我们 若要领受神的智慧 不是用世上的理学方法 乃是要用从神来的圣灵 叫我们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 就信神的大能 而我们阐述这个奥秘时 要用圣灵指教我们的言语传讲 换句话说 就是要阐述这从死里复活 十字架的奥秘 我们需要用神的话语 而不是用属血气的言语 世间的小学 理学 方法 政变 都无法传明 神十字架的大碍 因为这样的言语 无法解释 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大碍 无法参透耶稣复活的大能 保罗说 属灵的人才能参透属灵的事 我们只能经历神十字架上的爱 才能体会神的智慧 奥秘 这经历含着神的智慧 含着神爱的奥秘 感谢神 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 是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人心未曾想到的 当我们要用信心的眼光 来看这一切的时候 就能了解基督的心意 属灵本能就可以因此展开 要紧的是 我们应当常常运用着属灵的本能 才能越来越贴近基督的心意 了解神的智慧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求你赏识圣灵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不断地提醒我们 好叫我们知道 如何能分辨这世上的小学 还有你自己的智慧 是何等的不同 让我们可以分辨 让我们可以成为 合用的器皿 献上感恩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